在台灣一名35歲的男子每天中午都會吃便當 和喝一杯咸糖的手搖飲品 加上長時間坐在這裡,結果一佔肥半 在一次健康檢查發現 他的肝臟部位竟然一片白 原來已經患上中度的脂肪肝 醫生看完報告後覺得很驚訝 指出脂肪肝長遠不單會損害肝臟 亦會造成慢性肝炎、肝癌化 甚至會患有肝癌 而這位男子未來磷患三高 心臟病、腦中風的風險亦會比一般人高 提醒要注意健康飲食和定期檢查 肝癌是常見的致命癌症 如果出現發燒、惡心、疲倦、虛弱等9個症狀 就要及早求醫了 有些食物雖然健康 但都不應該整天吃 否則就會出事 台灣肝膽腸胃專科醫生吳敏傑早前分享病例 說一個70歲男子本來沒有喝酒 但突然胃口變差 半年瘦5公斤 而且皮膚泛黃 到醫院檢查後發現患上肝癌中期 原因竟然是他經常吃花生產品 花生含有對人體有益的不飽和脂肪酸 有助降低患心臟病風險 但吳醫生引述調查指出 花生粉和花生醬存在至癌脈黃菊毒酥 情況在菊類等食物中最嚴重 提醒大家吃花生類食物時要著涼 肝臟有脂肪堆積 會導致慢性發炎 而隨著時間的流逝 一直處於發炎狀態的細胞會纖維化 可能會導致肝癌化 或者沒有肝癌化的狀態之下 因為細胞不正常增生 而演變成肝癌 脂肪肝 漸漸成為了肝癌的無性殺手 雖然脂肪肝有脂肪兩個字 但其實不是吃得太多油 或者脂肪才會有 喜歡喝酒、吃甜食 或者喝含糖的飲料 亦都會令到身體營養不良 和不均衡 被脂肪在肝臟堆積 所以要逆轉脂肪肝 首先要戒糖 另外高密度膽固醇 可以幫助身體 運送脂肪到需要的器官和組織 避免脂肪在肝臟堆積 而要令到身體製造高密度的膽固醇 就需要補充大量的不飽和脂肪酸 和纖維質 好像深海魚、橄欖油、芝麻油 和足夠的蔬菜水果 最後就是每日快走半小時 快走這類有氧運動 可以訓練到身體 刺激身體消耗儲存的脂肪 同時令到脂肪有效利用 避免堆積在內臟 內地媒體報導 有一對夫婦五年前去到上海打拼 但他們近期感覺全身乏力 提不起勁 食慾不振 症狀更加越來越嚴重 看醫生檢查後發現 他們在甲種胎兒蛋白指數以上偏高 兩夫婦都確診患上了肝癌 醫生在訊問後發現 妻子為了補充二人日常的營養 經常都會煮排骨湯 並且會加上由老家帶來的花椒 但這些花椒 就是他們幻想肝癌的關鍵 因為由於儲存不當加上氣候潮濕 醫生指出 發霉的花椒容易滋生大量的細菌 包括毒性極強的致癌物 長期食用會令體內累積毒素損害肝臟 導致肝細胞病變變成肝癌 提提大家 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ch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5% 連結放在資訊欄精打細算的你 不要錯過了 林俊傑恩師林秋莉 在近日離世 據了解 他已經因為肝癌化和肝癌症狀 困擾了89年 根據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副次醫院衛教資料顯示 肝癌的病人有9成以上 和慢性穴或秉型肝癌 或者瘀酒所引致的肝癌化有關 肝癌內部沒有痛過神經 所以肝癌早期通常沒有什麼病徵 等到身體有異樣 往往為時已晚 若果上腹部疼痛 腹脹 疲倦 食慾不振 體重減輕 眼把和皮膚變黃 下肢水腫 甚至 偷血和急性腹痛 就應該立即就醫檢查 要保護好肝癌 營養師分享了15種好食物 大家可以趁冬季保養 為肝癌大粗食 臺灣肝膽腸胃科醫生 鄭爾勤 日前在錄影節目中 分享了真實案例 一個50多歲的女人 身體檢查時發現 肝癌有一顆近3公分的腫瘤 臭血檢查後 發現肝癌指數相當高 令人意外的是 她的體檢結果 並沒有月丙型肝癌 或者脂肪肝 即是說肝功能 幾乎沒有異樣 看上來有點不可思議 原來她喜歡吃堅果類的食物 好像花生一樣 她經常會買一大包 慢慢地吃 這個習慣 可能令到這些食物 長出微菌 並且產生出一級的致癌物 黃菊毒素 鄭爾勤提醒 目前的研究發現 黃菊毒素和肝癌有關 所以最好避免吃不新鮮的食物 另外她也分享了其他吃出來的癌症 油渣和燒烤的高溫 會產生本肥 在身體裡累積太多 可能會提升患大腸癌的風險 就算不吃煙的人 吸入過多炒菜的油煙 也會患肺癌 而高熱量 高脂肪的食物 就會令到乳癌的風險上升 最後是醃製或加工食物 含有艾硝酸鹽 也會令到胃癌 和大腸癌的風險增加 台灣醫生劉博仁在社交平台發問 指最近有位女病人 沒有喝酒的習慣 也沒有患B 說C型肝癌 但就在一次身體檢查 竟然發現已經患上 嚴重肝癌 還轉移到肺部 問完之後得知 病者20年來 吃早餐都喜歡吃花生醬多士 她認為對方患上癌症 和長期進食被黃曲梅毒素污染的花生醬有關 她提醒 黃曲梅毒素是一級致銀物 建議喜歡吃花生的人 要盡量吃大殼的新鮮花生 夏天又熱又濕 食物發毛的機會增加 有人認為食物上面少少發毛 只要撕掉它就可以吃得 從而減少食物的浪費 不過毒物專家就說 經常吃已經發毛的食物 會增加引發腸胃病 肝病甚至是肝癌的機率 如果見到麵包上面有 黑色或橙黃色的髮毛斑點 斑塊或煤菌 就算切了髮毛的部分 肉眼都確認不到菌絲 是不是已經生到麵包其他地方 所以絕對不可以吃 一定要扔掉它 至於粟米和堅果類 包括花生和腰果合桃等等 如果是發毛 還會產生一級致癌物 會累積在肝臟中 引發肝癌 而有四類免疫力比較弱的人士 例如是老人家 幼童 孕婦和免疫力下降的人士 就要更加小心 長期食用發毛的食物 就算只是少少發毛 都可能會導致腸胃度負擔 導致輻射或者其他腸胃度的疾病 不喝酒 但就發現肝指數過高 台灣內分泌 新陳代謝專科醫生 蔡明傑醫生就說 脂肪肝 是肝臟累積過多脂肪引起 和胰島素阻礦 高血脂 高血壓等等 多種代謝異常有關聯性 而根據2023年 美國肝病研究協會 的脂肪肝治療指引 蔡醫生就分享了幾個改善方法 首先就是減重 減重可以降低脂肪組織的壓力 提升周邊胰島素的敏感性 一般來說 減去體重3%至5% 就可以改善脂肪肝 最好可以減到10%以上 就可以改善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炎 和肝硬化 第二就是減少精致的飲食 飲食裡面過高的熱量 尤其是飽和脂肪酸 靜制碳水 和含糖的飲料 最容易造成肥胖和脂肪肝 最推薦的就是地中海飲食法 另外每天喝3杯 或者更加多的咖啡 亦都有可能減少脂肪肝 或者肝纖維化的風險 第三就是運動 建議一個星期 規略進行至少5次 中等強度的運動 達到每個星期150分鐘以上 最後有研究顯示 減重手術 可以減去體重達到30% 可以改善糖尿病 脂肪肝 和肝纖維化 另外 瘦瘦針 也可能對脂肪肝有好處 但目前這種針 只是針對糖尿病和肥胖 還未核准針對脂肪肝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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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